做Figure 3 其實最主要都是象徵 他做的Figure 3 的確很象徵 每件賣幾百美金 亦都很快被人買清缸 我發覺外面的衣服很多人有些公仔 對於素體,我們叫Body 他用的Body不太著重 他不會跟隨角色的高矮、肥瘦 即是基本上連Body的身形都錯 你做完衣服一定不會像 第二樣就是布料選擇 他用的布,他用人穿的布 在公仔方面來看,比方粗了六倍 那你的褲子是規格變了 Cuttle 在布料的選擇上很認真 牛仔衣服就會用最薄的牛仔布料 做皮褲就會選擇一些比較柔軟的真皮物料 以及會將它刨到紙般薄來做 我做的衣服很著重資料搜集 盡量跟回原本 它的造工、它的Cutting 它的材料、它的顏色 我會盡量跟隨的 他做的服裝講求象徵 就連一粒樓都是自己做的 一粒2mm的三樓要經過打磨 以及轉孔才可以完成 而穿線亦都有特別的技巧 你會見到,一個洞比針更小 這支針是不能過的 那一定要先用一條線過了一個洞 一次過兩條線是很困難的 所以要先用白膠漿 讓它變硬了,然後再穿過去 穿完線後再穿針 穿一粒樓,釘一粒樓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就是做公仔的紙樣 這兩個紙樣的闊度 每一邊只差2-3mm 實際上已經是鬆身和貼身的分別 你看一兩公仔 精準度要求很高 譬如你主要車窄了一點,每邊 效果已經由闊身變了紮身 Cato第一次做衣服是自己的校服 中三時跟姐姐鬥氣,做了自己的校服出來 從此就對做衣服有了農侯的興趣 八九文文那一年,我就入了理工 校主入理工 讀Fashion and Clothing Technology 在EF3時鐘秀中也獲得最佳首工獎 本來打算讀他,就可以出來做時裝設計 但出來發覺香港就沒什麼設計 他畢業後,在一家家民公司做merchandiser 一做就十幾年 後來轉行做個健身教練 亦在這段時間開始製作Figer 3 最初做的是蒙面超人的衣服 之後就開始做Figer的西裝 以及在網上分享 我開始做西裝,在西裝的時候 我就盡量用真衣服的做法 因為如果真的用真人做法 肩膊頭的車是做不到的 因為骨胸比肩膊頭更大 你轉彎是做不到的 我用了自己的方法就解決了問題 做出來就像真的西裝一樣垂底 就連穿衣服的衣領都是特別製造 製造得出那種尖角的效果 我用一個方法就是先摺好領 把整形都燙出來 背面就燙一塊薄 直接成形,然後再面塞一條線 這個方法基本由我 外面是未見過的人這樣做的 是我自己做錯的 後來的人就開始會跟 我跟其他人做衣服不同 就是人家做這製造衣服之後 就由它飛開散口 而我會做雜骨 像真生一樣做雜骨 Cato下落在外國一個大型討論區的 自製Figure服裝群組裡面 開始收訂幫人做小丑Figure衣服 亦因為這套衣服令到啟個Figure界 講壞人知 甚至連Hot Toys都邀請他做顧問 參與服裝製作 我覺得開會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們的鞋是左右不分 他們立刻肯改,幫我改 非常之好 當時我會給我之前的project 所有資料Hot Toys 要用什麼布 要怎樣做 會做一些板 希望他們會跟到我的做法 改善質素 到我建大板的時候 我非常之滿意 都跟到我八九成 他們的板房做得很好 都會聽我的意見 他現在做的Figure 3 都很高質和很少量 其實大廠是不是不可以做到 好像他這樣這麼高質呢 是可以的 因為你見韓國某些大量做的高級定制 他們是做到的 其實要做 沒有說做不到的 都是兩個字而已 錢作怪 工廠來講 他只不過是計根價做事而已 就是說你沒有這樣的價格 他人不會做這些 用這麼大量的工序 去做一件事給你 另一件事就是技術 技術都有些問題 因為要做得好 要精準 時間一定會用得很久 成本 時間成本關係 廠未必那麼容易付出 做這麼好的工作 最後就讓Kato搞一下大家 幫Figure穿衣服的小技巧 一般玩家穿衣服都很喜歡 就像有人一樣 穿完衣服才穿西裝 那時候有個問題就是 經常會踏實 很不順 對吧 或者你強行穿 穿完之後 衣服都塗好了 我現在教大家 一個穿公仔衣服 比較容易穿 穿得好一點的方法 就是 首先 把所有的衣服 全部套進去 如果本身公仔有背心 你先穿背心 那衣服做好 就一次過套在身上 把手放在後 套上之後 拉回前面 把衣服移動 肩膀要高高低低的 要把它移動好 身體和衣服是貼的 沒有虛位的 如果你把肩膀移動 你會發覺 是不順的 接著先打開 再套下去 注意盡量不要握穿衣服 盡量握身體 所以有一個鉗 這樣就會容易做好多 最後套上頭去 就完成了 蘋果揭露暴證真相 請支持訂閱